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年2月3號 然後下午5點半 那先鋒斧出了這個維護公告1.57喔 然後今天是2月3號 所以說明天2月4號 喔我老婆生日 那個2月4號0204是這個 下午3點到5點是1.57版的更新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一次的更新項目好像沒有 沒有那麼多 但是沒關係我們先看一下齁 第一個 新英雄登場齁 新的英雄登場齁 然後綠翼聯盟英雄齁 綠翼的 然後叫做瘋之子 然後是瑞絲培齁 瑞絲培 瘋之子瑞絲培 嗯他有在什麼什麼故事中出現嗎 好像沒有什麼印象欸 那感覺上瘋的話 跟跟洛商會不會比較有關係啊 好然後再來是 更新之後的隔一天就會有賞金試煉 跟那個試用的活動 好然後再來奇境太險副本 極地冰原 那這一個呢 基本上就是固定的嘛 然後再來是 雪與火 呃 新增 欸一次新增兩個極地探險 喔可能是 欸可能是過年期間 就一次把這個版本更新上去齁 所以說一次是更新兩個這個樣子 好 然後再來是 主神試煉 抱歉 主神試煉副本 冰封動土 冰封動土 欸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你要去點火 然後會有一個那個 冰的那個 鋸 鋸磨嗎 然後把那個火熄滅 然後讓那個地上的那個 呃怎麼講 那個怎麼講 那個水灘嗎 結冰 然後你才可以走嗎 那這樣子的話是 哇32-30喔 32-30的關卡 那感覺上是蠻難的 然後那個是法師的 法師的第二個職業神器 是焚蜂之怪 第一個職業神器是那個 聰銀法典嘛 就是 呃那個開場能量會比較多 所以不知道這個 焚蜂之罐的效果是如何 好 然後一屆旅店的樓層 上限到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第 B期喔 地下期喔 喔這個角色越來越多了嘛 好 然後可以在自己的旅店大廳 領取好友禮物 喔這個很方便欸 因為每次都要 每次都要點三個好友 然後去點然後 呃有人抽過三千鑽啦 但是我到現在兩個帳號都沒有抽過 呃不要說這個家具啦 這個占星抽三萬鑽我也是突然沒看過 好 然後英雄擁有九件滿街 喔 滿街喔 就是呃除了紅酒之外呢 還加到MAX 齁就是一直拿到重複的 呃 溢出的傳說家具可以在 異界旅店的倉庫中 進行售賣 喔應該就是轉化成這個普爾幣吧 好 然後再調整巔峰競技場的所需隊伍術 呃現在是三隊嘛 然後不同賽區需要的隊伍術 也不同喔 我覺得這是 這樣是不錯喔 這樣變化性比較大 因為現在 只有三隊 然後角色越來越多 其實就是 呃這個 如果說多上幾隊的話 像這個全球幾比 呃對 全球幾比要賽的話 我覺得這樣樂趣應該會比較多喔 好 然後喔 群星之木齁 新增的這個 呃要雀座 然後具體效果 這個明天就可以知道了喔 那不知道說 呃 這一個星座的開起來 會不會把這個 大家的新手村拉到33張呢 好 然後再來是 呃 新增道具 虛空蜜藥 玩家可通過解鎖 呃 藥雀座 哦 原藥雀座就是對應這個虛空蜜藥 那這個虛空蜜藥 那這個虛空蜜藥做什麼呢 呃 虛空英雄在靈魂共鳴的界面中 裝備 哦 裝備虛空蜜藥 就可以和締結靈魂共鳴的英雄同時上陣 哦 那所以說 應該是有數量限制啦 但是至少說 呃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就是 比較不用煩惱說 到時候虛空萊克越來越多 然後就會變得是說 東綁西綁 然後 呃 因為你在後面推圖 我一直要推五關嘛 那這五關裡面呢 你只要上了一個虛空萊克 那 呃 不論他是擺在第一隊 還是其他的隊伍 那 譬如說這個 我的亞瑟是跟那個 假設是跟女妖做聯動 那我第一隊擺亞瑟 我第五隊 依舊是不能擺女妖的 那但是有了這個特性之後呢 應該會更好做運用吧 好 然後第11 這個我覺得也是幫助很大 五種族加成的屬性 T1 T2 可以作為強化材料 而且消耗後 可以返還對的T1 T2的 驟印 哇這個太好了 因為那個 其實我那個之前 比較積極在推圖的時候啊 基本上 有裝備就是升上去 沒有管那個種族加成 然後呢 現在呢 在這個 道具商店 工會這邊 要買這個 種族的這個裝備 已經變得是非常的容易了 而且連虛空萊克的裝備都有 那像我這個 應該是說 我覺得玩得比較久的玩家 應該身上都會有很多這個 沒有屬性的裝備 隨便來看看 這樣子 應該有很多件 Lilicoco都有很多件 什麼鞋子啊 這個法式的都有 這個不好做說明 譬如說這個 像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沒有屬性的 所以你要重鑄也沒有辦法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改版之後應該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當作是一個材料去吃下去 然後他會把T1、T2的這個道具返還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就 非常好 這個對我來說是非常需要的 好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個先鋒符 好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 就沒有了 然後原本想說1057會不會更新什麼 新的活動啊 之類的 但是呢感覺上都是一些比較 比較這個 怎麼講 就是 就是 固定的東西 比如說新英雄 上次也是更新一個那個 那個 克勒 對不對 然後奇境探險這也是固定的 然後主神試煉幾乎每一次 更新都會推出一個新的主神試煉 跟一個新的職業神器 那其他的部分呢我覺得 好像還好 算優化 好 然後英雄調整更優化 第一個 盧米蘇喔 技能描述不準確 不準確喔 不準確 那所以說現在可以看一下 現在治療圖層的敘述是怎麼樣子 那這個只是修復了齁 好 也就是說現在效果可能 可能會有一些 呃不一致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變動不大 你只要看現在的那個 呃技能說明就好 好 然後貝琳達喔 呃提升的攻擊力 以暴擊力低於描述 喔這個修復了齁 傷害力會增加 但是光法現在我覺得 應該還不算是阻力吧 好 然後是女騎士 艾斯特瑞達 修改的技能 嘲弄的技能 描述不準確 喔 描述不準確喔 那到時候再看看說這個技能的說明有沒有修改 呃修改 我覺得這幾個調整應該都影響不大 好 然後佐拉斯 呃修復了專武 這個專武30級的時候 專武是寫說他可以 呃這個無視免疫 呃無視免疫效果造成傷害嘛 然後現在是說可以齁 正確的對狂暴期間免疫傷害的 亞爾貝德造成傷害 欸 那亞爾貝德那個時候 其實亞爾貝德的敘述是說 呃這個他狂暴之後是免傷嗎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亞爾貝德 呃其他這樣講的話 會讓我覺得這個值得測試一下 像亞爾貝德狂暴應該是紅衫家具的效果 呃狂暴期間免疫所有傷害和控制效果 那如果是獅子呢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獅子 有關於獅子的這個不屈這個技能 他是寫說 如果受到致死的傷害會保留一點生命值 並在之後的4秒內免疫一切傷害 他寫的是免疫一切傷害 那這個亞爾貝德呢 他寫的是說呃 這個狂暴期間是免疫所有傷害 其實免疫一切傷害跟免疫所有傷害 在中文字上面來說其實都是一樣 那這一個這一次這個佐拉斯的修正呢 其實 欸現在佐拉斯我也沒有測試說 可不可以把獅子給解決啦 欸我覺得是到時候可以錄個影片來試試看 但是呢我覺得這個1.57特別這樣子寫說 可以對亞爾貝德的傷害 那是不是佐拉斯專三層的佐拉斯可以把獅子收掉 欸我覺得這可以測試一下 好然後再來奧登喔 修復的技能協身之眼提升攻擊力與急速的技能效果 僅會在首次睜眼 喔所以說現在的奧登是 是有bug了齁 那所以說修正之後奧登應該會更 欸怎麼講也不是說變強啦 就是說回歸原本技能的那個敘述啦 好然後末日敬衛 末日敬衛怎麼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 但是應該是越修越好啦齁 因為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修復的技能齁又是這一招 四魂斬擊有時候能夠斬殺處於無敵狀態下的敵人 欸無敵狀態下是誰啊 呃是 是像獅子嗎 還是像什麼角色 好不知道齁 那總而言之呢 這個應該是對 呃牛曲夢境影響不大 好那這個就是 呃明天齁 先鋒服2月4號會更新的項目 所以說明天我們可以測的就是這個新的英雄齁 簡單看一下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個 焚風之冠是什麼樣子 然後其他的部分好像不多 但是我覺得 呃這個 呃農曆年齁一定會有這個非常強力的活動 然後最近這個 也有釋出這個鳳凰的那個新造型嘛 那鳳凰的新造型我覺得應該大家都有囉齁 除非你是最近才加入 加入劍羽真的玩家 就是這個東西嘛齁 就是這個東西 欸不對齁 這是頭像框齁 這個不是造型齁 這只是一個頭像框耶 所以說實裝的話 但是我覺得這個鳳凰齁 我覺得他應該是會用活動來送啦齁 應該是不會 要你一定要課金啦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